现在的人,有一些对佛法不理解,认为求超度问题就解决了,做法是求超度,如果没有真正忏悔,业障消不掉。 那为什么做了多少次的法会,那至于我们提倡的夫妻,设个气,一般个气,做完了,业障还没消除,什么原因,没有忏悔,真正忏悔,利益就得到了。 那这一桩事情,诸位在这个光碟上看到,老和尚没有业障,因为他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,除阿弥陀佛之外,没有杂念,没有妄想,他没有业障。 所以他有不思议的感应。 他说在十二岁的时候,种了一个冬瓜,被他堂地偷去了。 他也不知道,他就在念咒,谁偷了我的冬瓜,让他长窗,让他害病。 他堂地真的长窗害病。 所以他就沈娘来找他,你别再咒了,你堂地真的长窗害病了,起不来了。 爱才一听就吓到了,他以为这念的时候,念念就算了啦,那你会是真的。 赶快改念头,让他快一点好了吧,让他快一点好了,两三天堂地正好了。 他才晓得念力不可思议,一生不敢咒热,那为什么? 他咒真灵,他不是不灵,真灵。 那为什么?他用真心,他用清净心。 我们今天咒热不灵,求也不灵,善悟都不灵,是我们的心严重任务。 妄想,咒念,无灵,无灵,无别难。 念佛号都容不进去,心里头没有佛。 那我们自己认真去信,寻查,自己就晓得了。 那想象自己,从早到晚,什么时候心里有佛? 早晚阔心里有佛? 有几成佛? 坐着顽阔念阿弥陀佛,是什么心? 妄想心,咋念的心,跟佛号纠缠在一起。 它不清净呢。 所以念佛得不到利益,原因在此地。 不是佛不灵啊,是我们错用了心啊。 对视频将雄称。 这个数捐诈是幸福。 也可以え过。